这是一台杂牌一体机的主板 什么品牌的看不出来 用的是AMD的3500M的CPU 它的故障呢就是内存供电上管机窗 然后呢把CPU和内存通通干掉了 本来呢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修供电 然后换内存换CPU就可以搞定了 但是这坑爹的设计师总能玩出点心花样 本来呢这个CPU应该是PGA封装的 它下面的话应该是有一个座子 然后把CPU插进去 拧一下螺丝的话就能固定住了 但是这个主板直接把这个锁紧座给阉割了 直接把CPU给焊在主板上面 把这种PGA封装的CPU给焊在主板上面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设计 厉害了 本来这种CPU换起来只要拧个螺丝就行了 现在要花点功夫了 拆的话没什么难度 直接拿BGA来拆 装的话我估计会非常的费劲了 我还是第一次用这种方法来拆这种CPU 拆的时候有几个针角断在里面了 先挑干净 等一下还得想办法把这么多孔里面的锡给吸出来 怎么把焊盘给吸干净呢 机制的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用BGA焊台配合吸吸器 不然的话太累了 虽然说这样也很累 花了十几分钟 终于把这900多孔给吸干净了 大致上都吸的差不多了 我数了一下 总共有937个孔 OK下面可以考虑给它装CPU了 为什么不用BGA来装这种CPU啊 因为我怕这个CPU受不了这么高的温度啊 把这个新CPU直接给扣上去 然后背面这937个角都要给它焊一遍 先给它抹点焊油 第一个角 焊完一排 全部焊到位 清理残留的吸 全部焊完了 来洗刷一下 换个内存 接屏幕的话已经可以点亮了 哎呀 还好它内存槽没有阉割掉 这是我第一次换这种CPU 也是最后一次 进了系统 装了一个鲁大师 跑了一下测试 我差点没笑出声来 我这一上午都在干了些什么 修完了这个杂牌一体机 再来看一片技嘉的AMD主板 先来看一下问题 可以上电 不跑吗 PCI没有复位 没有复位好修 肯定又是哪个供电不正常 或者是哪个小商机管又坏了 先来检测一下整片主板的各路供电吧 先从CPU供电开始 CPU这边边上的电容是没有测到电压的 所以这个主板没有CPU供电 再看这一组供电 输入没有电压 输出还是没有电压 再看下面这一组吧 依旧是没有供电啊 奇怪 难道是我电源坏了 这边5V 12V 电源都有电压输出了呀 按照主板的供电顺序呢 先是内存供电 先查一下内存供电是否OK 内存供电没有电压 但是它的上管是有5V电压输入的 有电竞也没电出 看来是内存供电在搞鬼了 找了个图子看了一下 内存供电开启信号是芯片的第七角 是没有电压的 这个芯片的第五角 是供电角 是有12V电压输入 内存供电开启信号 是由一个三级管和一个帽子管来控制的 这种帽子管在技嘉组网上面的故障率非常的高 直接把这个帽子管给它换掉 再给它装上风扇和内存 插上整段卡来试一下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已经秒杀了 有意外 有意外 纯属意外 查图子呢 这个开启信号还受另外一个帽子管控制 Q71 直接把这个Q71给拆下来吧 这下总没有意外了吧 还没跑吗 这个开启信号只送空于 那两个帽子管已经被换掉了 还是没有电压的话 那结果只有一个了 这个RT8120D内存供电芯片坏了 换掉 换掉 换了芯片呢 把这个内存和CPU都拿掉 省得真出了点什么意外 一路烧过去 跟刚刚那个杂牌一体机一样 先试一下供电 哦不OK 这边内存供电已经1.5V了 nice 然后把这个CPU内存整段卡全部给它装上 再来试一下 这次绝不能有意外 OK 已经很顺利的可以跑马了 时间差不多了 视频就拍到这里 拜拜 各位看官 大家好 最近 修的电脑都过于真实 无论是笔记本 还是台式机主板 故障都是千奇百怪 修的我都怀疑人生 那今天 有个小老板 给我寄了个键盘过来 正好修电脑修的头皮方马 来研究一下这个键盘 外观看起来非常的低调 我看了半天也没看出来这是个便宜货 还是个高端货 没有看到任何品牌logo 给大家接上电脑来看一下键盘是什么问题 这个LED灯还是很炫的 大致测了一下 功能键基本上都正常 就这几个字母键基本上都OK 每一个键的话都可以触发 这边有两个键失灵 然后最下面一排的话是完全失灵 没有一个按键可以触发 全部都是失灵的 先把它拆开看一下 这个螺丝是在键帽的下面 所以要先把键帽给拔掉 才能拧出螺丝 差不多有七八个螺丝吧 所以要拆掉十多个键帽 螺丝拧掉之后就可以拆开后盖了 首先看到的是一片烧红的电路网 每一个按键都相当于一个微动开关 都有两个脚焊在主板上面 按下去两个脚就连上 形成一个触发信号 刚刚测试是下面这一排的按键失灵 所以看一下下面这一排的电路 这个绑子是当层板 上面的走线都是很明显的 下面这一排的信号线 经过这是二极管那黑色的 然后来到了这边 这边的话是看到有明显的腐蚀发霉的痕迹 看来又是在键盘上面吃喝 搞得键盘进水腐蚀了 看这个二极管脚都没了 卧槽 它自己掉下去了 我都没碰到它 隔壁这个二极管的话 它脚也没了 但是它没有掉下去 先把这些发霉的地方给刷刷干净 看这个自己掉下去的二极管 上面一个脚的焊盘都空了 两边的信号线也断路了 这个信号线这里过来 到这里拐个弯 直接进到了这个芯片 所以这里断线了 导致这个点左边的按键全部失灵 就是左边的这一排 就是刚刚测试的最下面这一排的几个按键 现在故障找到了 就开始动手修吧 先把这些发霉的给刷干净 这个二极管已经烂掉了 所以要把它给拆掉 这几个按键的引脚都严重发霉 所以要给它重新加焊一下 现在开始处理没掉的焊盘 先把周边的信号线给它刮输铜来 方便等一下焊接 刮拆铜给它上点锡 然后就是给它装二极管了 它这个二极管是双二极管 方向的话和普通主板上面用的二极管 方向都不一样 很难找到 所以我直接干脆就给它找了三个 当二极管来改装一下 其实也很简单 正极对正极 负极对负极 方向不要搞错就行 两个二极管装上去之后 还要把它们的正极连在一起 因为它们本来是一个双二极管 改成两个当二极管 再来看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二极管的话 它只连到了一个按键 所以一个当二极管就够了 还是一样 正极对正极 负极对负极 然后再把它们的正极和周边的两个信号线 两个断开的信号线连在一起 这样的话它们左右信号就能连上了 它另外一个角也断线了 所以也要飞线 现在再来准备试一下 左下角这几个按键都已经正常触发了 刚刚40的这几个按键也可以正常使用了 在测试所有按键的时候发现大括号按键 这个键还是40的 按下去的话不能正常触发 这个的话应该是这个键坏了 所以我考虑给它换个轴 就是里面的那个按键 这时我看到键盘中间有几个功能键 这几个功能键的话是正常使用的 这几个功能键我感觉应该大部分人都用不上吧 它们的轴是一样的 所以我准备把它给兑换一下 说干就干 跟客户沟通了一下 客户说那几个按键它无所谓 所以我就直接把这个键拆到这边过来 这个轴也很好拆 就两个引脚 用烙铁把焊锡融化了之后 拿螺丝刀一捅就下来了 现在再来拆这个大括号键 确认一下 省得等一下拆错了 也是一样的拆法 把这个焊点的锡给吸干净 留个洞出来 然后把两个拆下来的轴换个位置 再给它重新装回去 再来试一下 这个大括号键已经可以正常触发了 把它装回去 键帽装上 可以正常使用 把后盖装上 然后就是把这些拆下来的键帽给它扣回去了